还有一波墙视野 接着墙一Q过去他不知道的 一包都不知道 整个Q了 QA 穿上月里只为遇见你 来吧 打输出环子 来个红弹好了 派克勾一手 来都被看到了 还闹杀圈呢 趁着去入侵打架的时候 丢个眼 两击来反他 王子打位肯定是位客环子呀 他主要是QR等打到我们的技能 而且他盾比我们厚 持续伤害比我们高 我们只是瞬间爆发比他高一点 这关键他是大还是锁头 哇这么一听 好像他有的你都有 你有他有的你还没有 你有的他都有啊 要把药克了两枝去抓他 反正还是打慢了 让他交闪这一颗吧 交闪这一颗吧 交闪这一颗吧 早交晚交都是交 晚交就晚了 这就是我干客的路线 再开个扫描 他在打红 让我看看 抓小偷喽 捞个一圈 他那也没来 你还真来了 再吃个大坑 救一下救一下兄弟 小偷喽冰线进他了 还要来 推一下推 我还有EQ在 他等他盾没了 再EQ他 再反他 哎呀心态崩了呀 天猫可能要过来 我先吃个迅捷蟹好了 然后再绕一圈去反他野 从右边再闹过去 他小偷喽眼丢左边了 这波没有成绩的 得直接跟他打架 让我看一下 没打回家了 他在下半区吧 不要再刷野了 免得被他偷野 来个现场 A个大坑可以 我们先升一级了 小偷先升级 这就是为什么不反他红的原因 回家的话就抓不到他了 这时候这些他红 又能逮到他了 写个剧本 右上角5分10秒左右 15秒吧 他又要死了 如果他会来红的话 我们倒他也到了 反正在隔壁 扫描扫到他了 5分钟 5分半两级的位 见过没有 他现在拉去中路压线 我待会接着去反他三篮 一出过去 三篮抓他 打哈马吧 我们中路有限权 下路有限权 可以打得奔放一点 大狼给他收掉了 他去隔壁杀着小羽伦 怎么演啊 怎么想 他想给我鱼 但他没地方去了 但他刷不了野 他吃兵 生不了等级这个版本打野 挺难的打野 不对吧 他去我们蓝区了 逆向心理 直接快马加鞭 我们去蓝区抓他 他去我们上野区了 这人他会逆向思维的 哎呀 还差了一个眼 老鼻子专业了 刚好偷完哈马 他去打那个 所有人去 没关系 我们先抓一座三篮 等一波六再去抓吧 他跳当刚A过的 这个一 去撤一下 偷偷 回来 他脚闪现了 小羽伦已经G了 我右边再抓一下 他刷F6去了 他把伤给交了 F6收一下吧 主要没更新装备了 回家买个 买个装备吧 不搞他了 控制远去了 差不多得了 这边先放在插个眼 又逮到你了 哎 小美女 轻时加速2 宽住 看到没有 我再下一漏 他就来上 我也 我预判了他的预判 有本是他的预判 我预判他的预判 那没关系 我还会再预判他预判 我预判他的预判 直接不要了 他知道我在上 他就去下了 明智的选择 六级 要不然一直给他刷 让他值钱 他0干5了 可以 这波赚了赚了赚了 原本他只有100块了 但是杀了一枝 他又是300块 养猪一波 化身一波猪饲料 这波看似他杀了一枝 其实这波杀的是他自己 这边 中下过来了 不好入侵他 他开始叫人了 对我老些更强的敌人 烙一圈 再丢个眼 这把这边没眼 小羽伦为了救他 他要死 这一车 哎 推一下没事 再推一下 他没闪现的推到死了 我这会又在下落头 他立马又要去上了 打完这个蛤蟆 赶紧往上赶 不能被他看到了 看到的话他又要来下了 得避开他的眼 烙一圈 翻山越岭 只为遇见你 我们翻到石油轮那边 又能逮到他了 中路别压了 他等会大要去中路了 右上角 13分40秒左右 他又要死了 剧本写一个 演员就位 准备开拍 他等会丢翼的话 这个墙会爆一下 看这个墙有没有冒烟 我操 这提毛的 蘑菇给我暴露了 难怪他不来了 他这波预判了 我预判他的预判 可以了 那我又得预判一下 他的预判了 没事我这波三步上篮 1 2 跑不了 我EQ挑飞 来做没擦 你藏在草外了 他像藏在边缘 这每一个 踢毛的皮肤走的都很安详 都面带笑容 他想来一波什么 极限隐身 9级的飞姿没神话 一交了 你这鱼叉 给他补货一下 我又在下出现 我感觉他要去上了 我不打龙 因为他总终死了 他野区又是奔的 他不可能会去打这个龙的 我只能这么说 狡猫 太细眼 想到走 再闹一下 他可能这边放眼了 我们从这个仙峰坑里面闹过去 哪有人被眼看了 还会再过来呢 逮个县城 哎呦有眼 卧槽 他里面放眼了 看我来他就跑了 他在打的 我这波心里没问题 就是有个眼 小心一点 他要叫人了 准备开论 砍到了 哎呦气死了 屏幕还下不来 哎呦好气 叫队友了 叫队友了 三个保镖啊 这波巨龙撞击 直接把红buff抢了 来拉回来 这巨龙撞击 他又死了 不 玩的就是一个心理 知道吧 他以为我在打 打完先回反他野 我在上呢 我立马来一下 然后把他拦反 给队友标记一下 他这会要叫队友 本来保他了 在槽里面 我一个EQ 等他Q交完一个R 在宽座上 再A一下 再Q回去 逮个县城 逆向思维 懂不 因为这个先锋 所以他死了 Q拉过去 减速一下 EQ起来 露露 A一下 差不多了 我这会儿又在下路头了 太久没买装备了 消费一下消费一下 我这个眼又让他看到我了 这飞姿没血 拿过来就杀了 你看这么烦 他还有9级 他压了3级 打野想 压等级还是很难的 他往上走了 我又来了 开个扫描 踢毛 他在隔壁 直接闪现 W减速 QRA 陈剑 带一个德班军旗 哪里逃 这团不打他 马上要来刷3了 他被秒了 绳子不轻了 像打野 没野怪就没等级的 士兵的经验太少了 抓人的经验也太少了 除非你能当杀一个比你高很多级的 不然你等级落的时候一定要刷野 刷线都没用 打个小龙给他提醒一下 他会去上刷野 但是我们打到一半提醒去 就是要让队友打提醒去 让他听到这个龙的声音 他立马会打红 然后我去红就能抓到他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龙的声音有了 可是他们人太多了呀 他的红给AD吃了 卡一波强视野 贴着墙 EQ过去他不知道的 踢毛都不知道 整个Q了 直接QRA 翻山越岭只为遇见你 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可以卡视野的 直接闹他野区生活时候 人过来等他 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 知道吧 这个墙铁 然后再EQ进来 哪有人会在这个地方作业呢 我们刚才明明还在打龙呢 这黄的不对呀 刚才还在打龙 怎么就在我野区里面了 但是我打到一半 我就已经往上赶了 这就是为什么不要打完 打完再赶就已经晚了 知道吧 还剩一个谁 还有位子 会加个小可爱 会加个小可爱 是不是很想杀我 把他大骗出来 哎呦 胆一下 护驾 有蘑菇别乱动 有人动一下蘑菇药给我炸死了 不定我打完河蟹就看到他们 哈马 好像有脚步声 脚步声来了啊 是不是 我说有脚步声了 坏了 大招 大招 批 可以 小可爱 再救小可爱 爆扣 他等级比下路还低了 穿上路的比他高了这会儿 DQ起来 两刀做掉小可爱 再一个巨龙撞击 秒的女警 还剩下一个踢毛 我兵有点多的 金枪收尾 18-0 再把节目效果拉满 没有赛后采反哪 来的赛后采反 很和谐是吧 这玩一只 反而也都没怎么打伤害呀